这歌舍还是曾经的歌舍 但是这位尼克泰斯 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尼克泰斯 大家好 我们欧洲行第三站来到了 罗杰泰斯夫子歌舍 早些年在16年 我们就引进了 他KBDB大中距离歌王六位 这与此歌做出来 孙戴盈的二三年开尔公鹏 四光歌王总亚军 而且当时呢 银式歌业杨总 定了他四年整轮的右歌 这歌在中国的大赛场上 发挥的非常的突出 那早些年 他也没有太多的顶尖级的歌子 当时有一只顶尖级的总公 叫白羽灵六 作为他的基础总歌 时隔六年 他已经一跃成为了 欧洲当红的一线明星 在二三年 他的佛纳赢得过 KBDB大中距离一岁歌王冠军 而且他的由于金姆叫黑珍珠 做出两与KBDB不同组别的歌王冠军 还有他的小谭姆茨 八场KBDB大中距离赛时的冠军 等等等等 他现今的总歌的实力和八年前 我看到的是天壤之别 现在的品质真的是非常之高 尤其是我刚提及的那三语神奇的歌子 佛纳 K珍珠 小塔姆茨 这三语歌子当你上手的时候 就是非常的震撼 好了今天跟着我们的视频 我们一起走进罗杰泰斯的歌手 看看他歌手的状况 同时他赢得了24年 拉索特年一场全国大赛的总排冠军 今天也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与全国赛冠军的风姿 嗨 这是尼克 这是罗杰泰斯的儿子尼克 可以看到 这就是罗杰泰斯 这是罗杰泰斯 这是他的儿子 尼克泰斯 父子联合歌手 OK 我们看一下罗杰泰斯家里面 非常漂亮 非常简约 北欧风 这是我们上次送他的两只十诗字 他也放在这里 特别喜欢 我们看一下罗杰泰斯 在近几年里面 做出来很大的成就 这个奖杯 就是15年最佳诱歌歌手的冠军 这只是22年 KBDB一岁歌 大中距离歌文冠军 也是黑珍珠的一语 非常特别的女儿 名叫洛特 这只可以看到没 是22年全能 诱歌歌王冠军 他也是黑珍珠的女儿 叫全能歌王 这个奖杯呢 就是23年KBDB 大中距离歌王冠军 佛纳的奖杯 没想到短短的几年 罗杰泰斯把全国赛 大中距离不同组别的歌王 全国全能歌王 还有全国最佳诱歌 歌手的奖杯都拿到了 非常的特别 Nik 我们问问尼克 今年的比赛 是什么样一个战况 当然今年表现的整体不错 然后赢得拉索特年全国最高分数 而且呢 他在今年大中距离 歌王排名也有几语 入赏 而且都是词歌 他现在目前的右歌表现的 也是非常不错 所以说今年罗杰泰斯 又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的年份 那我们现在让尼克带着我们去看看 他的总歌手和展示一些 他顶尖级的歌手 OK 可以看到 罗杰泰斯把这个小小的歌手 做了一些改善 虽然小 但是变得现在很漂亮 很精致了 这边呢 这一间就是他的词歌 现在休息 这边是熊歌 Let his wait 06 Yes 看我说 大老远都认出来了 看到没 这就是举世文明的白语06 他现在还活着 上次来 尼克很担心 他死掉了 今年的状态是非常不错 脑洛 condition is very good Better than last year 我说这个歌手看上去 比去年的状态好 他是的 今年的状态比去年好 这就是他的超级总功 现在基本都拆对了 泰斯把他这只全国拉索特年 全国冠军 给他已经抓出来了 OK You can show to us You can show 可以看一下翅膀 这是今年拉索特年 一场全国总冠军 被罗杰泰斯引得的这语词歌 父亲是佛克克 母亲是他白语06的学系 大翅膀 膀条非常漂亮 这是一个金黄眼 眼纱颜色非常的饱满 干净 金圈眼质 是一个中号体型 中号体型 手感真的很一般 大翅膀 这个翅膀很漂亮 一字尾下压 一字尾 但是腰部力量不是非常饱满 手感是不错的 他拿着没有拿好 蛮漂亮的一语词歌 更快就了一语词 谢谢 OK 好 我们现在让他 让尼克带我们去总歌舍 他说佛纳现在还在作语 我们看看佛纳现在的状况 他是23年大中距离全国歌王冠军 我们当时 因此给杨总给他出了40万欧元 他都没有卖 现在改了一下 not new loft It's very nice 我说这个歌舍现在都更新了 很漂亮 让泰斯说什么 他专门是为了我拍视频过 做了这个漂亮的歌舍 Thank you Thank you OK 你看就是我特别喜欢 罗杰泰斯一家人 就非常的谦和 就是现在飞得很好 歌子也很好 订单也很满 真的一直都很谦逊 这就是佛纳 23年 KPTP大中距离歌王冠军 说米勒问 我们看一下他的翅膀 大榜面 大翅膀 他的毛特别的好 张辉的鸽子 一般都是鱼林般 毛质特别的好 你看他还是 OK Back Please 看看这鸽子腰身是很好的 因为我去年 这只鸽子手感真的是没得说 OK Muscle 看看肌肉 大家是不是把词汇都学到了 肌肉就是Muscle OK 肌肉特别的细腻Q弹 龙骨 签点也很好 龙骨长 持骨也很紧闭 这只鸽子非常漂亮 我特别喜欢这只鸽子 当时我给杨总也建议说 40万欧元买就买吧 结果呢 我们出了40万欧元的时候 人家还不卖 而且是一个非常漂亮 全圈圆形的 龙黄眼 OK 看看 这就是佛纳 大中距离 一岁格罗王冠军 23年的 状态特别好 现在哥子稍微拆对了 他等待这只拉索特年一场 全国总冠军 即将配在一起 因为里面都流淌的 有白鱼零六的血脉 so they both pigeons have weight 06 他点头说 是是是 他总是这么牵合 非常漂亮的一羽熊哥 顶尖级的血统 超级的成绩 没得说 万里挑一 他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羽熊哥 佛纳 Nice 这个罗杰泰斯 终于更新歌势了 但是一点的小 但是 呜 干嘛 干嘛 你看尼克呢 叫 尼克特别开心 你看他都成 我看他八年 八年前 我看他是小伙子 现在都有点老了 佛纳 佛纳吃 It's not fertilizing ok 这羽熊哥就是 白鱼零六最好的儿子 叫黑斑摩尔 他已经结束育种了 但是他的状态特别好 现在他把这只鸽子 现在放在这里 准备和他 准备给他配对 将会作为保姆鸽 作为佛纳的保姆鸽 他将会帮助佛纳 喂一窝小鸽子 看一下 这就是他长期级的黑斑摩尔 这只鸽鸽子上手 真的是一个很大 很强壮 很标致 但是有点沉 特别厉害的鸽子 他就是世界金母 黑珍珠和小塔姆茨的爸爸 真正的超级总工 生出来过两只 真正世界级的刺鸽 这一位熊哥呢 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斑摩尔 这是他们的基础总工 白羽06的超级代表一种之子 这一位熊哥呢 就是世界金母 黑珍珠的爸爸 也是小塔姆茨的亲生父亲 小塔姆茨赢得了 八场KPDP大众距离 歌王冠军 他也是弗娜的妈妈 所以说黑斑摩尔 是现存罗杰泰斯 所有歌王和超级歌的祖父 太特别了 它是非常特别的 我说太特别了 它说这真的是一群 惊奇的总工 他没有竞争 他只是一群 但是 至于熊哥从未比赛 但是他是一个合作 育种的产物 是白羽06和当地的一个歌 有合作的一支超级总工 这支黑斑摩尔的妈妈 那就是他合作一种和卢克 福米尔 被跟合作一种的一个产物 非常特别的一群熊哥 所以说这只歌字挑起了大量 让罗杰赛斯从平凡走出了传奇 OK 不得 back 你看黑斑摩尔就是很有个性 佛纳是他的孙代 佛纳就很安静 他就是很暴躁 清河里没有佛纳那么好 现在总歌舍也看完了 因为现在已经总歌配队拆开 只剩佛纳等配全国冠军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一个赛鹏 还这么小 这歌舍还是曾经的歌舍的大小 真的是一个很小的歌舍 但是去年到今年 他把这些歌舍都翻新了一下 做得更精致更漂亮 真的是一家非常好的歌友 而且歌舍现在也很漂亮 你说在这养鸽子 小小的鸽舌 鸽子也不多 多漂亮 可以看到鸽舌虽然是有更新 但是他尺寸和大小 还是曾经差不多一样 但是这位尼克泰斯 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尼克泰斯 他现在已经是可以让很多歌友 都梦美成真的尼克泰斯 我非常喜欢这位歌友 You make people get success from sports OK 是他很开心 所以罗杰泰斯所有的右鸽 都在这边比赛 到一岁鸽之后 他会移到那边去 所以罗杰泰斯 我来八年了 歌舍的大小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一个鸽子 一个歌舍变得很当红 他还可以坚守住 他这样的一个准则和这样的品质 还有他自己对鸽子的追求 我觉得是值得人去欣赏和尊敬的 OK 尼克 维高 这边是今年右鸽磁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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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失败了很多 他如果今年的右鸽磁鸽 第一场开赛 把好多的母鸽都丢了 这就是所有的今年比赛的磁鸽 你可以看到他真的是 小批队比赛 没有了 几只 20 6 8 10 12 13 所以只有13 你看他尴尬的笑 只有13只右鸽磁鸽了 这些13只将会去打 接下来的四场全国右鸽赛 OK OK Less Cocks 这边是雄鸽 Cocks More Cocks More Cocks And they race the same The same races Badzele Hens lost more 你看他弟弟头 他就很坦诚 他说这就是今年右鸽的熊鸽了 也没多少 但是比磁鸽要多一下 他是一样的数量 但是磁鸽丢失量会大一些 他磁鸽还剩13颗子弹 熊鸽还有19只 比磁鸽多一点点 好了 我们今天罗杰 泰斯父子歌手的参访 就到此结束 我觉得我身旁的这只 不是这只 我身旁的这位尼克泰斯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歌友 很坦诚 很真实 即使现在很当红 他也保持着初心 而且还有一颗感恩之心 他一直说 也是给杨农华 杨总对他当年很捧场 让他们走到了中国 而且他每次都会把好的鸽子 跟杨总分享 而且去年呢 他鸽子已经是一语难求了 还送给杨总一语白语零六的女儿 带有成绩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不错的人 I think you're a very nice person Ok thank you